注意看 武松打虎用的是真老虎 武松 我被吃掉怎么办 导演拿出十万宝丹安抚的 有保险在 当年 《水浒传》开拍 导演张继中犯了难 剧中的武松 要求五文双拳 一身剑子肉 还要颇有阳刚之气 英俊倒让潘金莲一眼闻现 放眼整个娱乐圈 符合这个标准的没有几个 这样负责选角的张绍林十分苦难 或许上天冥冥中自有天意 张绍林转身瞬间 正好看到剧中的丁海峰 当即拍腿大叫了身后 但彼时的丁海峰空连一副长相 不能提不能扛 柔弱书生一个 面对众人的反对 张绍林立排众意坚持要用丁海峰 就这样丁海峰进组开始了跟练 在武术指导的指挥下 丁海峰进步飞快 颠起酒坛就耍起了对决 一套动作一气呵成 看待了众人 扛颜到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足以见得丁海峰私下有多用功 在那个没有特效的时代 为了拍出逼真的镜头 导演找来了真老虎上阵 丁海峰后怕的说道 我被老虎吃掉怎么办 导演安慰的说道 没事 这老虎都是经过训练的 说吧导演后怕的 为丁海峰买十万导写 就这样出声牛毒不怕虎的丁海峰上场 为了逼真效果 丁海峰需要坐在老虎身上 结结实实地垂上一局 不料在这个缝隙 丁海峰却被老虎一个翻身摁倒在地 用爪子抓伤了头部 好在训练师及时制止 否则后果不堪 丁海峰简单处理伤口后继续工作 也正是丁海峰的努力和拼命 还让《水浒传》一经播出就收获好 丁海峰饰演的武风 公事恶如仇 铁骨铮铮 深入人心 他也凭借这部剧彻底走过 片约不断